中文字幕——YK 正是著名作曲家苏月、黄土高婆等经典老歌都是他的作品 艾文则是《八十七白红楼梦》中秦文的扮演者 他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 十岁时就被京剧大师张军秋主动收入弟子 在《红楼梦》选演员时 他原本要式的角色是林黛玉 但是却被选中演了秦文 原名刚净林的他在演完《红楼梦》之后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成了阿文 又来纪念这段难忘的时光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冥冥中他的前半生确实是很安稳 安稳像秦文一样聪明活泼 但却比秦文幸福得多 他在演完《红楼梦》后不久 就遇到了自己之后的爱人苏月 当时阿文报名去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 而苏月正式评委 两人就此结缘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1987年10月 苏月到了日本 阿文就自费陪着苏月一起去 日本陪伴他 苏月也没有辜负阿文的付出 曾经有媒体报道 苏月对阿文呵护被制 在他家工作了十年的保姆陈阿姨曾经告诉记者说 你有孩子吗 你对你的孩子有多好 先生苏月对他就有多好 苏月和阿文之间还有一个浪漫的约定 每隔十年两个人就要结一次婚 即在此隆重地办一次婚礼 苏月对阿文几乎是呵护被制 阿文自己曾说过 前半生像是喝了你一样的二十三年 然而风云变化就在一瞬间 苏月由于生意经营不善 债务产生 紧而走险 为造成接北京奥运会演出活动的资格 签了假合同 直到2010年3月 有两名投资人把苏月告上了法庭 阿文的生活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谷底 2011年11月10日 苏月案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他在法庭上对阿文隔空道歉 忏悔不应该把他掏空 随后阿文看通微博 第一条写的是 郑重声明 从事情发生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一直都在 从来没有躲 表达了代替苏月还债的决心 2012年5月31日上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撤销苏月一审 无期徒刑的判决 已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唯有发挥一审法院重申 重申后 对苏月的处罚从无期徒刑 改成了有期徒刑15年 而警方对此结果表示不满 提起抗诉 苏月也一直没能离开看守所 移送监狱 2013年7月5日上午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最终裁定苏月有期徒刑15年 在判决书中 阿文作为苏月女友 主动待期退配人民币100万元 是苏月能够在二审中 维持15年有期徒刑原判的原因之一 为了帮苏月还债 阿文不仅宣布付出开始演绎活动 还盘卖了自己的自传手稿 所的收入全部用来还债 而阿文做这一切的同时 他和苏月并没有正式领结婚证 没有法律上认可的婚姻 之所以如此执着地扛起了责任 都是因为爱 在漫长的等待探决结果和还债期间 阿文被迫从一个被宠战的公主变得需要靠自己打拼 她会为了一点点好消息而欢呼雀跃 她也会在微博上大意凌然地保护自己的爱人 要求网友不要伤害苏月 在艰难的缓展过程中 阿文也曾经无助绝望 她一次次地表达自己并不想出名 只想救苏月 在苏月的房子将被法院拍卖时 阿文无比揪心 在微博上实施更新进展 她还会在变片的时候在微博上写下对苏月的关系 因因叮嘱苏月要照顾好自己 在苏月生日的时候 她年年都会祝苏月生日快乐 并表示要为苏月扛起责任 在工作挣钱的时候 也想念着爱人 希望苏月能更在她的身边 今年7月30日 阿文在微博上写道 是这几年让我最悲伤绝望的一天 下面有许多网友留言关心她 但是她并没有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到一个月 就传来了苏月去世的消息 这个曾经对她无比呵护 也让她心中困断的人离开了 而阿文却深情地表示 爱过无悔无求 大概这就是真爱吧